以前真的是一個非常舔共的一個台灣人 被去自己的家鄉台灣 然後做出那麼多那麼噁心的事情 我真的覺得很羞愧啊 薪水多少? 4千 4千你去? 要加班 先上班12個鐘頭 學修4天 哈囉大家好我是829 今天我們邀請到一位 曾經多次參加過中共統戰交流團 而且他自己啊 本身在中國啊 被鐵拳了三次 兩次進公安局 一次還進入了精神病院 那這位就是25歲來自台中的小張 我們歡迎小張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張 我因為在中國呢 發布一些文章跟詩詞呢 諷刺共產黨當局 還有習近平本人 第一次呢 就先叫我去公安局喝茶了 四五個小時 第二次又來我 敲我的門 又叫我去公安局那邊 關了我兩天 然後把我的手上了手銬 關在一個密室兩天 第三次呢 是直接破門的路 進入我家 壓制在地上 讓我就是失去意識 然後把我抓去精神病院 然後之後我在精神病院 醒來之後 就花了一個鐘頭 然後逃出去 就是在中國 我遭受到這些公安機關的破壞已經好幾次了 而且我本人也參加過很多統戰團 我都知道他們裡面的一些內幕 然後我還被威脅說我不能說 因為我一旦說的話 我就會有危險 所以你第一次是被帶到上海的哪一間派出所 樓山新村派出所 前兩次都是 然後之後是帶到哪一家精神 上海 上海精神衛生中心 那你從這個精神衛生中心逃出來 他們沒有通緝你嗎 他們因為在封控期間啊 他們各自都 那個行政非常的混亂 他們各自也是都不怎麼互相管的 所以等於說 我沒有被通緝 我知道離開中國的時候才被通緝說 我這輩子可能也不會去中國了啦 但是我也不能入境中國了 各位朋友 這個狀況其實跟陳老師那個時候很像 陳老師也是在 所謂特色管理期間 他被帶到派出所 但那個時間的 中國的公安機關 醫院機關 行政都非常的亂 所以他也是趁那個時候 逃去了韓國 其實跟你的處境也差不多啦 因為其實剛剛看到你講的非常激動 可能想起 被鐵拳的一些過往 那他們衝到你家這個是 我覺得他們相當的野蠻 相當的粗暴 共產黨就是一個不講人性的政權 它就是一個只會被人民施壓壓迫 只會欺負老百姓的政權 我也親眼在我們小區看到我們封控期間 我們許多老百姓 遭到共產黨當局的壓迫 甚至積壓 被抓去關 然後從此就沒有看到人了 我也不知道人去哪裡了 然後就是有當場施暴的等等 我都有看到 這些被積壓被抓捕的老百姓 僅僅是對表達對警察局 對當政當局的不滿而已 然後就遭到這些警察的鎖喉 然後壓制在地上 甚至有些還昏得過去 有些還投破血流 我覺得非常殘忍 非常的無情 我覺得這些警察真的是 乾脆充當這個邪惡政權的陰犬 我覺得非常的可惡 這個其實在正常民主國家 對有些警察確實也會失控去做這些 施暴的行為 但事後都會國賠都會被判刑 但顯然在中國的這些警察 他是不會被判刑也不會國賠的 對他們是無忌憚的 對我們那個小區很不公平 怎麼說就把你的頭跟那個身體 都靠起來 然後就是兩個人壓著他 就進牢房那個車子一樣 就是很不人道的對待在那邊病人 在封控期間 我整個在中國 那紀錄將近半年 我真的是非常的痛苦 是 不斷被警察找麻煩被喝茶 然後甚至被抓進 別人這麼恥辱的事情 竟然能發生在我身上 而且我還看到那麼多 官員欺壓百姓 警察欺壓人民 這麼個不公不義的事情 你在九年前十年前 還是高中時候的你 那個時候是所謂的 反台獨先鋒 還在YouTube上開了一個頻道 那你以前是 非常舔共的 那你也是覺得自己是一個 中國台灣人 那為什麼現在 是因為遭受了這個鐵拳 你才這麼轉變嗎 分享一下你的心路歷程 我不僅是遭受了鐵拳才轉變 因為應該說我在中國這半年 原來我一直在分析整個中國社會的氛圍 跟關與民的 跟之間的關係 還有整個中國的制度啊 我發現就是 其實中國這個國家 是一個非常激勤的國家 就是 黨啊 我發現為什麼黨可以一手遮天 為什麼人民不能有 極為有形的自由 為什麼人民不能有言論自由 為什麼人民不能有 堪報社就是報紙的自由 為什麼我們正常台灣人民說 可以擁有的自由在中國 都不被允許呢 然後我就慢慢想通了 我以前真的是一個 非常舔共的一個台灣人 怎麼說 因為我以前啊 我甚至還罵我們班人那些同學 我班人那些同學 在上歷史課的時候 我們班人同學有人說 他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就被我痛罵 我就罵說 你就應該當一個台灣人 認真是中國人 你怎麼能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呢 我們每個台灣人都是中國人 我們有一個強大的祖國在身後 我們就應該好好的當一個中國人 不應該去搞那些所謂的 台獨分裂活動 是 然後那時候真的非常的舔共 我那時候還跟 那個所謂的新黨 還有一些統戰團 去中國那邊參加交流 對 我有看到你跟王炳聰拍了一個片 對 就是那時候我還在舔共的時候 我跟王炳聰是好朋友 說真的 甚至那個 跟大家爆料一下啊 那個共諜做紅旭 還是我的好友 而且他在被抓錢啊 他還告訴我說 要不要加入共產黨 他說 黨不會忘記你的好處的 他說 希望我在台灣為大家發展 發展他的黨組織 就是異下黨 就是他希望 共產黨能夠遍佈全台灣 先從台中開始 因為我住在台中嘛 那時候他想吸收我當共敵 因為我爸爸是一個 大中國主義者 而且他有 大一統人的思想 他從小就一直灌輸我什麼 他當著真正的中國人啊 他做一個活潑潑的好學生啊 就是 怎麼說 就是兩蔣時期的那一套 教科書的說法 我們台灣也是中國人 然後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份 他們灌載我這些觀念 導致我後來舔共 然後變成這種 這麼個 被去自己的家鄉 台灣然後做出那麼多 那麼噁心的事情 我真的覺得很羞愧啊 但那也是因為我家庭環境 背景 所有產生的 是 可以理解 那你是怎麼看小粉紅 我覺得小粉紅這個群體啊 其實就是一群韭菜 人框 他們 在黨的領導之下 他們活得痛苦不堪 他們活得非常的糟糕 六億人 每個月收入不到一千塊 然後還 非常愛黨愛國 然後生活的質量這麼慘 孩子人歌頌剛好啊 毛澤東偉大啊 哎呀 這個 爹親娘親都不毛主其親啊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可笑的一個群體啊 他們好像是有四個各的魔陣後群啊 所以你覺得他們 有辦法像你一樣 之後迷途知返嗎 或者是所謂的情形 我覺得 如果有翻牆的中國人啊 非常有機會 以後能夠迷途知返 能夠有一顆清醒的頭腦 能夠來 批判共產黨 然後來看清共產黨的真面目 但是我覺得說 如果你 沒有機會翻牆的話 那你就永遠只能在那個死循環裡面 就是不斷的輪迴 不斷的 被共產黨洗腦 被共產黨割韭菜 然後鋼人礦鋼 但是我發覺說 在中國其實 越來越多人是清醒的 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情 將來總有一天 我也希望看到中國的民主化 就是中國人都像我們台灣一樣 能夠為英言獲罪 能夠自由自在的說話 能夠自由自在的寫文章 能夠自由自在的批判政府 這是我希望的 欸那我這麼問啦 你以前在舔共的時候 你那個時候知道在中國罵中共 是會有事的嗎 說真的那時候 我不是很關注這件事情 我只有不清楚 你以為在那邊可以跟台灣一樣 我以為中國的言論就跟台灣一樣 都是言論自由的 可以自由的批判政府 有什麼惡心事件可以曝光 然後可以怎麼樣 結果沒有想到我去到中國是這個樣子的 這是我完全都沒有想到的事情 聽說你曾經還罵過我是不是 對其實我第一次認識八九 是從我弟的那個 你弟弟 對我弟弟 我的弟弟 我在看他看YouTube 我就發現說 他在看八九的節目 然後想說 我弟弟他怎麼能看這種反動節目呢 我就反台獨的 我看他看這種反動節目 我就應該要勸他 我就跟我弟講說 你在看這種節目 我就把你趕出門喔 我把你趕出家門喔 這大概多久之前的事 喔好幾年前 好幾年前 好年前就是 我在舔貢的時候 喔 我都是在節目中說過 很多小粉紅是舔貢的台灣人 他們以前都罵過我 自從身上的倒行逆施 跟這個特色管理之後 越來越多人說 沒想到小丑是我自己 你看包含他 包含以前上過我節目的小粉紅 包含陳老師 陳老師在他的節目也說 他以前也是個小粉紅 他也罵過我 結果呢 現在我們是好朋友 這比較好玩的事情啦 那我們來說一下這個 中國統戰團 你在裡面看到了什麼 他是什麼性質 關於那個中國統戰團啦 其實他表面上 民意上是兩岸交流 但其實上 這個統戰團並不簡單啦 各位 你看這個統戰團 他去他的迎賓晚會 是要跳舞給那些 中共高官領導看的啦 你知道嗎 而且還要讓他們高興啦 有一次我參加這個統戰團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一組的台灣人跳舞 跳得不好 表演表演的不好 就被那些中國的領導罵了 那個統戰團啦 還要專門挑一些比較不乖的人 挑他們去幹嘛你知道嗎 去 挑他們去 挑他們去 什麼呢 因為就是要讓他們就是 有一個把柄在他們 那些中共高官手上 對 這就是納投名狀 晚上的時候他們 讓一個官員 帶一些台灣人去 然後 跳完之後呢 那些台灣人說真的啦 他們也麻木了 他們有些也 就是覺得說 反正就是玩玩而已嘛 也不覺得怎麼樣 但他們 就是私底下 就威脅他們說 你要是不乖乖 配合我們這次的活動的話 我就把你這公布出去喔 事情會很嚴重喔 對 會有一些課程 在那個統戰團裡面 比如說會有什麼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啊 然後三個代表啊 現在應該會有什麼習思想啊 習理論啊 中國統戰團 會給你上課 讓你吸收 他甚至會 做那個問卷啊 就是會問你 會考你那個題目 說 那個三個代表是什麼 喔 毛澤東思想 更小平理論 然後什麼東西 其實我本人啊 在中國 那半年期間 我參加一個 三公的一個 台青的統戰團 他是專門做 台灣青年的 對 然後我就裡面 發覺非常 骷髒骯髒的一個內幕啊 就是 竟然 白天 我們要跟那些領導 要阿諭奉承 我們要跟他敬酒 要幹嘛 然後去參觀一些 紅色的活動 對 紅色的景點 然後晚上啊 竟然我們的團員 還要陪領導睡覺 竟然有這麼誇張的事情 因為我跟領導他們 那一群人坐一坐嘛 我就聽到領導就說 晚上那個 讓那個小李啊 讓那個小王啊 陪著這位領導好好 熱和熱和一下 嗨一下 對 嗨一下 熱和一下啊 晚上竟然會有 這種團員要被迫 要陪他們 中共高官領導 陪睡這種事情啊 我覺得非常荒謬啊 對啊 所以像補充他剛剛講的 被留把柄在中共手上 這個其實不只 針對這些所謂的 台青台幹過去啊 台灣那些退伍軍人 也是如此 讓你有把柄在他們手上 然後再來他說的這個 所謂的賠稅啊 這個東西 這個在中共的官場裡面是 該怎麼說呢 是最最基本的一個東西 你是一個官 你沒有幾個小三 你根本就不叫做官 所以最近這個 中國的外交部長 秦剛 他也是出了這個大事情 這個我們有時間在講 那還有這個彭帥事件 他跟這個中共的前副總理 發生的這個事情 皆是如此 所以在美國加州的 爾灣這個地方 被稱為 中國高官的小三村 包含我剛剛說的 中國大使秦剛 最近也是所謂的 陶瑟風暴 那當然後面牽扯很多 這邊不細講 他的這個小三 生了 他疑似他的私生子 現在人也在美國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用這個 民主國家的思維 台灣人的思維 去看中國 你真的會看不懂 對 你如果用民主國家的思維 去看中國這個激情的國家 你會覺得說 怎麼每件事情 都跟你想像的不一樣 怎麼每件事情都 都是反著來了 你知道嗎 對 因為他們的體制 就是這樣的體制 應該說 民主國家 可能也會發生 所謂的陪領導睡覺 但是我們媒體會曝光 對 這個曝光就是一堆的 MeToo了對不對 對 我們媒體會曝光 像這次一樣 MeToo事件 誰做過什麼樣的事情 一清二楚 但是在共產國家 集權國家不會的 不會 媒體就是港媒不會曝光的 不可能 你看那個彭帥 MeToo事件 結果彭帥自己 忽然說沒有啦 我自己造謠 笑死人喔 被封口了 你知道嗎 對啊 你在那邊你還有看到 比如說他們的一些 工作環境跟薪資環境嗎 我看到他們的薪資環境 非常的低 他們工資低到一個 很誇張的一個地步 你應該是說一般人 並不是說那種高等 對 我不是說什麼IT 然後什麼高科技產業 就一般人在做 我就做一般人在做 對對對 什麼像C班這種工作啊 還是像 什麼一般小 辦公室小白領那種工作 對對對 低的很誇張 你在上海啊 對我在上海 多低啊 差不多3000多 那麼低啊 對這麼低 真的這麼低 上海的物價跟大家分享一下 上海的物價其實 我覺得 比台北的話 不會比台北貴 但也不會比台北便宜 我覺得上海的物價是這樣的 就是 你可以買一瓶水吧 差不多 也要台幣差不多20塊 總體來說跟台北差不多 但有些會比台北便宜 有些會比台北貴 對 我那時候去上海就是這樣 那種小商販啊 小賣部那種賣的東西啊 通常比台北便宜 對啊對啊 但他們 比較高檔 比較好的東西 比較正常的其他東西 他們就賣了 跟台北差不多 所以比台北貴 對啊 所以你自己說嘛 零三千塊 這樣台幣多少 一萬五左右吧 一萬五都不到吧 薪水 然後上海這樣的物價 他們怎麼活 他們有些 房間 好幾個人合租一間 哦 你知道吧 對對對 好幾個人合租一間 就是你剛說的生活質量很差 生活質量非常的差 廁所也共用 什麼廚房啊 什麼那些更別說了啦 反正 所有的東西都是共用 然後房間也都一間 甚至有些男女混耶 然後他們那個租金啊 一個月差不多 不用一千塊啊 大概五百就解決了啦 五百塊人民幣就解決了 吃喝也夠啊 你想他三千多塊吃喝 這樣的利益兩千好了也夠啊 我一開始 從小開始就是被我父親灌輸這種 大一統的大中國族裔的這種觀念 所以我才變成一個 舔共的一個這麼下流的一個人 後來我去中國 原因是因為 因為我那時候聽很多舔共的人講說 啊中國的形勢一片大好啊 哎呀中國的市場很大啊 中國的經濟體很大啊 哎呀 去中國全頭無量啊 然後我就想說 欸那我也來去中國看看好了 說不定中國真的 你那時候去中國是做什麼職業 我那時候去中國做那個 咖啡廳的那個 端咖啡的人 薪水多少 四千 四千你去 我一開始去沒有工作 我是後來去一段時間之後 沒辦法了 存了錢也快不夠了 然後想說 三千勾四千 我就啊好吧免為其難 坐吧 很很節省 我住房子也不貴你知道吧 然後我生活也過得 很不好啦 對 一千一萬七千六百塊台幣耶 這個在台灣是我違法的啊 那你這樣月休幾天 工作會很硬嗎 還是還好 工作其實還好 晚休息這樣 需要加班嗎 要加班 12個鐘頭 哇嚇死人 12個 然後月休四天 月休四 月休四天 12個小時 一萬七千六百塊 包吃包住 不包吃不包住 吃你自己解鐵 你自己訂外賣 上海外賣我跟你講 上海外賣動輒 二三十塊人民幣耶 台中隨便找都比這個好很多耶 天啊 我沒想到啊 我以為說 真的去中國是前途無量 然後中國的經濟體很大嘛 他四天第二大經濟體嘛 然後 他的經濟很好嘛 每年都五趴嘛 五趴在成長 我想說 確定我 做什麼高官喔 怎麼樣呢 白領 大boss 怎麼樣的 沒想到到最後是這樣呢 我覺得越來越多的人能認清中國也好 也好 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像他這樣 真的親身去被鐵拳過那麼多次 你才起步啊 真的不要 太痛苦了 我想要再更經濟 我都順順發抖啊 你知道嗎 我完全不想再回憶起這件事情了 我覺得實在是太不堪了 所以那個時候如果他跟他第一期看我的頻道 他就不會去那邊遭受這種折磨了吧 我這輩子最後我的事情就是去中國 我永遠都不再去中國了 說真的 哎呀我夠了 說夠了 真的說夠了 好啦非常感謝小張 非常感謝八九 能夠讓我上頻道 曝光我的經歷 然後也希望八九的觀眾們 能夠持續關注八九的節目 好那這次也感謝小張的到來 所以我們來送他這個 我們色途最新菲勒迪的牌子的衣服 兩件送給他 謝謝八九 而且我們主打的黑色反光梯 另外一件刺繡的 嗯 對 然後我身上穿 對對對 我身上穿的這件其實就是他的白色啦 這件是白色的 很可愛啊 很可愛 好希望各位台灣人啊 看到這支影片 多多分享出去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 另外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 下次見啦拜拜